目前,上海市对务定人员及本市密切接触者,实施7加3隔离管控措施,即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,加上3天居家健康监测措施。 那么,居家健康监测有哪些要求? 1.选择在通通较好的房间居住,尽量使用单独卫生间。 2.每天早晚都测一次体温。 1.一旦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、胃、绝肾脆、不屑等可疑症状,应及时就医。 3.根据防控要求配合完成核酸检测。 4.居家健康监测期间不外出。 6.一等特殊情况,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,尽量避免承受公共交通工具。 5.保持军事平开窗中风,做好家居日常清洁和消毒。 6.尽量避免与家人近距离接触,提倡分摊制。 居家健康监测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。 如何做好居家健康监测,这些知识点你都记住了吗? 6.居家健康监测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。